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是这个Safe Stick定时器 那么Safe Stick定时器的话也叫低大定时器 或者说是系统定时器 那么对于这个Safe Stick定时器的话 实际上是对于所有几乎所有的Contest M3 或者M4系列的处理器 那么它都是有这个低大定时器的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这个适用平台实际上是适用我们所有的 STM32 F1也好 F4也好 所有的STM32的开发版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的话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Safe Stick定时器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会讲解一下Safe Stick相关的配置的这个寄存器 以及我们ST官方库里面提供的一些库函数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会讲解一下我们 也就是正点原子提供的这个用这个Safe Stick定时器来写的这个延时函数 那么对于这个延时函数的话 就是在我们任何一个正点原子的开发版里面都有一个Safe等文件夹 或者说Safe等分组 那么这个下面都有一个delay.c和delay.h 那么这个里面的代码的话 实际上就是用的Safe Stick来实现延时 那么对于这个延时相关的函数的话 我发现很多很多同学在使用我们正点原子的开发版之后 把我们这两个文件都应用到自己的工程中 有很多应用场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参考资料 这里的话我们列出来的是这个战键 比如说战键精英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F1开发指南的库函数版本 5.1小节有这个delay文件夹的介绍 那么对于迷你开发版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STM32不完全手册 也是5.1小节有对这个delay文件夹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对于这个手册的话 我们可以来打开看一下 比如说是我们的战键版 我们打开这个开发指南 那么精英版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打开一下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有一个System文件夹第五章 那么这里有一个delay文件夹的一个代码介绍 那么这里的话 对于这个System相关的支持讲解也是比较详细的 并且这里也有相关的寄存器的一些描述的讲解 那么对于这个迷你版的话也是一样的 在不完全手册5.1小节 那么对于这个探索版的话 那么它也是在这个F4的开发指南 也有一个第五章5.1小节 那么也有对这个System相关的讲解 那么也就是通过这个delay文件夹的介绍来给大家讲解相关的寄存器 以及相关的代码 那么对于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官方的资料 对于这个System的讲解在哪里呢 那么因为System定时器的话 它是属于内核级别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对我们这个ContestM3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参考这个ContestM3权威指南 那么对于这个M4比如说探索版 那么它也有提供这个M4的权威指南 只不过目前来说它是英文版的 比如说我们打开探索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盘 STM3的参考资料 这个下面实际上是有ContestM3M4权威指南 那么大家可以打开一下 这是个英文版的 那么因为这个System定时器相关的支持 它是M3M4是通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M3权威指南的中文版本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个第八章 我们给大家指出来一下 这个下面有一个C-Stick定时器 那么这里的话 对于C-Stick定时器 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尤其是对这个相关的寄存器 那么介绍的是比较 在这里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PPT来看一下 什么是C-Stick定时器 C-Stick定时器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定时器 那么对于这个CM3CM4内核的芯片 包括这个M0芯片 那么他们都是有C-Stick定时器的 那么大家就会问 这个芯片 包括我们512单片机 它也有定时器 那么STM3R作为这么高级的一个芯片 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而不直接用我们的 比如说通用的定时器 或者高级的定时器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C-Stick定时器呢 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M3M4 或者说Context芯片 它的一个内核级别的一个定义 它就要求你这个系统 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有什么好处呢 它通常是用来做延时 就是用来做计时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它就节省了我们这个通用定时器的这个资源 比如说我们经常要用一些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学到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的硬件资源也好 它们都是非常复杂的 功能也非常强大 所以这个Context内核 它都把它定义 要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定时器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延时 或者说实时系统里面的心跳时钟 那么这个的话 对于学了U-Course的一些同学 可能就比较熟悉 实时系统里面都有一个心跳时钟 就是说它要进行任务的切换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戳 那么这里的话 对于没有学过U-Course的话 那么这里大家就只是要了解一下 在实时系统中 这个CSD可定时器是用了很多的 那么在我们正点原子 后面讲解这个U-Course相关的知识 我们也会有这个用到CSD可定时器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可以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节省MCU的资源 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去用一个比较复杂的定时器 去实现简单的延时 那么就不用浪费一个定时器 那么比如U-Course里面 它用分时复用 所以需要一个最小的时间戳 一般在这个STM32 加U-Course这样的系统中 都是采用CSD可作为U-Course的心跳时钟 那么这个后面我们讲解U-Course的时候 会去也会用到我们CSD可 我们到时候也会去讲解 那么对于这个CSD可定时器 它是怎么来运作的呢 CSD可定时器的话 是叫低大定时器 那么也是叫做什么呢 也叫系统定时器 那么它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 那么大家需要记住 这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它从 比如说从它的初值100 开始往下计数 计数到0 也就是说倒计从初值往0计算 叫倒计 那么叫它计数到0的时候 它就会从一个reload的计数器 中取自动重装载的定时初值 那么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计数器 叫reload的计数器 那么它里面放了一个初值 比如说假如说100 那么每次当我们这个低大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 它计数到0的时候 那么这个重装载 叫reload的计数器 它会把这个100 重新加载到它的计数初值 然后它会从这个100 又开始往0计算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循环 永不停息 那么只要我们不把sysdick 控制及状态计数器中的 使能位清除 这里大家可以理解为 我们不把这个sysdick定时器关 关掉 那么它就永不停息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 即使是在睡眠模式下 它也能工作 那么这个的话 这就是更加说明 为什么需要用这样一个简单的sysdick定时器 在睡眠模式下 如果说你把一个通用定时器去打开 那么它是比较好资源的 那么这里的话 sysdick定时器 它是捆绑在NVIC 这个后面我们后面会讲NVIC中断优先器管理 那么它是可以产生sysdick异常 那么这里大家就可以理解为sysdick定时器 它也是可以产生中断的 那比如说它一从零 从初值技术到零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中断 那么对于我们程序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那么它有对应的函数名 那么sysdick中断的优先级 那么也是可以来设置的 那么这个跟其他的也是一样 那么这里 根据我前面的讲解 大家就对sysdick定时器有一个粗略的理解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并且是一个倒计数的 它是一个24位倒计数计数器 倒计数的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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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尤其是对于学购5要单门机的同学 应该还是蛮好理解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ysdick相关的寄存器 我们通过这个寄存器的相应位的配置 我们来加深大家对sysdick 这个定时器的理解 那么这里的话它有四个常用的 有四个定时器 有四个寄存器 那么比较常用的是前面的三个 一个是control寄存器 一个是reload寄存器 我们这里叫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还有一个value寄存器 叫什么呢 当前值寄存器 那么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讲了 reload寄存器 它是放重装载值 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二个 那么初值寄存器 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三个value 那么它会 这个value的值呢 它会一个时钟周期 一个sysdick时钟周期 它会减一 那么减一一直减到零之后 那么它们又从这个reload 重装载寄存器 它又把它加载到这个当前值寄存器 那么这个 每一个时钟周期 sysdick的时钟周期 那么这个当前值 寄存器它的值就会往下减 减到零 那么它又重转 重新装载 那么减到零 它又这样循环的 重新去装载 那么就永不停歇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次来看一下 这几个定时 这几个寄存器 那么第一个寄存器的话 叫这个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叫control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的话 它就是用来配置sysdick 相关的一些始能位 或者说一些时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寄存器的话 我们比较常用的话 是这四个位 对于这四个寄存 对于sysdick四个寄存器的描述 我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表格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做出来的 它是在哪里有呢 它是在这个cm3的权威指南 sysdick定时器 这里实际上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sysdick 在这个相关的寄存器的这个描述 这里就有四个 大家数一下 一二三 下面四个寄存器 那么这个描述 都是从这个权威指南里面 我们截图过来的 那么我们用到的是 常用到的是这四位 那么最第一位是什么呢 叫sysdick定时器的始能位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我们使用一个这个外设 我们都可以 大部分的话都会有一个始能位 也就是说我们去用不用它 我们去关 这里是sysdick 不能说是一个外设 就是说大家的思维中间 都要知道我们使用一个资源 我们一般都有一个始能位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要用sysdick的话 我们就必须去把它始能 那么是这个位0 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第一位1 那么这里叫tickint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确定我们是不是要产生这个中断 实际上是不是要产生中断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1 那么sysdick倒数到0的时候 产生一个sysdick异常请求 实际上就是产生中断 设置为0的话就是无动作 从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reload的寄存器 value寄存器 比如说这是value寄存器 这是reload的寄存器 那么value寄存器 它一个始终周期往下减 减到0 减到0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中断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未来配置的 如果不产生中断 那么我们它就循环 它产生中断的话 它就计数到0产生一个中断 我们也可以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中断里面去判断 我们定时的时间长度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开启中断 因为它这个每次计数到0的时候 它后面还有一个标志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way16 这个way16的话 就是说如果在上次读取本寄存器之后 csticker的已经数到了0 那么就把该位为1 也就是说这个值为0了 那么该位为1 如果读取该位 该位就自动清零 那么它为什么叫读取该位 该位要自动清零呢 就是说你去读 假如它是1 假如它是1 也就是说 它是每2 假如你现在去读它是1 也就是说它已经到0了 那么也就是说 已经被我们的程序已经读出来 已经知道了 它已经到 已经数到0了 那么它会去自动把它制1 那么你下一次再去读的话 它就如果说它还没有 下一个周期没到 那么它还会是1 那么这也就是方便 也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去误读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位 叫位2 叫clksource 叫clocksource 时钟源 那么这个Cstick的话 它这里在寄宿 那么它的时钟 到底是多少呢 它往下倒寄宿 那么它的时钟的话 我们这里是可以设置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clocksource位 设置为0的话 它使用的是外部时钟源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为1的话 它使用的是内核的时钟 那么这里的话 在我们等一下 我们在程序中间 也会给大家讲解 那么使用外部的时钟源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 我们HB总线时钟的8分之1 那么内核时钟的话 就是我们Hclock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使用这个库寒速的配置的时候 尤其是使用我们上一讲讲解的System Init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的这个系统时钟 比如说我们的M3 那么它就是72兆 那么Hclocker也是72兆 那么对于这个M4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168兆 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的外部时钟源 也就是这里设置为0 那么它这个Cstick的频率 就是在这个相应的系统时钟上面除以8 我们是可以来算的 那么对于这个M3的话 它就是9兆 那么对于这个M4的话 就是21兆 那么这里的话 可以配置这个Cstick的时钟 时钟源是可以通过函数来配置的 就这个框数里面有个函数叫Cstick Croke Source Config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入口参数 来确定它是使用哪一个时钟源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对于 不管对于M3也好 M4也好 它们的函数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属于内核级别的 都用的是同样的一个Cstick定时器 所以它们的知识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讲 然后第二个寄存器叫重装载寄存器 重装载数据寄存器叫Rode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的话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是用来装载这个重装载值的 那么它是一个23位的寄存器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时器 这是一个24位的寄存器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Cstick定时器 它也是24位 所以它是24位的话 它的重装载寄存器 肯定跟它是一样的 也是24位 那么它即使是32位的话 它也只有24位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寄存器比较好理解 那么第三个寄存器 叫Cstick当前值寄存器 Value寄存器 那么这个值 这个寄存器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这个当前值寄存器 那么它的值呢 会在一个Cstick周期 一个Cstick时钟周期 它会往下减1 那么减到0之后 它会重转 重装载 那么我们读取时 它就返回什么呢 我们去读这个寄存器 我们去读它 它就返回这个Cstick到寄存器的 当前的值 我们写它的话 就会使它清零 那么同时还会清除Cstick 控制寄存器 也就是说CTRL寄存器 它的这个V16 这个counting flag标志位 也会去把它清除 那么这个当前值寄存器 也好理解 那么对于这个 还有一个 实际上这里 还有一个寄存器 叫校准寄存器 那么这个校准寄存器的话 我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这里 我们也没有讲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库寒数里面 在M3也好 M4也好 它们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Cstick配置的 如果你们使用 库寒数来配置的话 它是在这个MISC 这样的一个原文件中 那么它对应的头文件的话 是CoreM3 如果你用的这个F1芯片 如果你用的F4芯片的话 它是CoreM4这个文件中 那么这里的话 就有函数 有两个 有一个函数是 Cstick ClockSource Config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之前已经讲了 它是用来配置这个时钟源 实际上也就是配置 我们这个Ctrl寄存器的 这个V2就是选择时钟 那么对于还有一个函数 叫Cstick Config这个函数 这个入口算数叫Tix 等一下我们会去给大家讲解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是它会开启Cstick中断 并且来确定 它这个Tix是多少 就是一秒钟 它要中断多少次 那么对于这个Cstick的 如果我们开启中断 就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那么它的这个中断服务函数 也是固定的 对于M3 M4都是一样的 叫Cstick Handle Handle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像我们程序也会来讲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会我会给大家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会直接进入到这个程序里面来看 这个代码 接下来的话 我们直接看我们的这个代码 对于我们探索者STM3开发版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探索者的光盘 然后找到这个程序源码 标准力程库按数版本 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以跑码灯为例 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Cstick相关的代码 在我们寄存器版本的这个 寄存器版本的这个代码里面 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对Cstick相关的 这里面有一个 在这个MISC.C这个里面 那么有定义到一个Cstick的一个函数 叫CstickClock Source Config 那么这个函数实际上放在这里 它是对于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函数 那么首先的话 这个函数有一个 入口参数叫CstickClock Source 那么它实际上是用来配置什么呢 这个函数 Cstick的Ctrl寄存器 它的这个V2 在我们前面讲解这个寄存器描述的时候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 这里的话 有一个V2 V段2 那么它是用来配置这个Clock Source V0的话就是外部时钟 那么就是这个HClock 在我们这个M4系统里面 它就是HClock的八分之一 那么对于内核选择 唯一的话是内核时钟 那么它就是HClock 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也体现出来了 那么它的入口参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入口参数 那么它只有两种子可以选择 一个是这里叫上面是DIV8 下面就是子就是HClock 上面是HClockDIV8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上面的值的话 这个Cstick的时钟 就是HClock除以8 也就是八分频 然后我们选择下面这个值的话 它的它的时钟频率就是HClock 就这样子的 那么这是这个对于这个时钟源的选择 这个函数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函数 实际上是在这个CM4 Core CM4.h 这个里面我们搜索一下Cstick 那么这里的话还有一个Cstick的一个函数 叫CstickConfig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直接搜索CstickConfig 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Core 点CM Core 这个CM4.h的这个头文件 那么这里面这个代码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之前已经实际上已经跟大家提过 这个代码的话 它的作用是这个初始化Cstick相关的这个寄存器 那么并且开启Cstick中断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有一个入口章数叫Tix 那么这个Tix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代表的是 这个这里是Number of Tix Between to Interrupt 也就是说两个Cstick中段之间有多少个Cstick周期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Cstick我们设置为1000 那么也就是说我我这个两个中段之间有1000个Cstick始终周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代码的第一行的话 实际上是对这个Tix的值进行一个有效性判断 因为这个Tix的值不能不能是无限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Tix它最终实际上是要写到我们这个road寄存器 那么从road寄存器的话 它会被加载到这个value寄存器 这个示意图 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多次讲解 那么value寄存器它是一词 寄速往0去寄速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值它不能大于多少 它不能大于这个 它的肯定是有个最大值 它是一个24位的寄存器 那么这个value也是24位的 所以它减1 也就是说Tix的值不能大于 这里有一个常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常数的话实际上是 是一个什么值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F 6个F 6个F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 6个F的话就是2的24次方减1了 那么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不能 这个Tix不能大于2的24次方 那么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 叫Tix减1把它复制给这个road寄存器 那么也就是把设置这个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设置为Tix减1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加载到这个value 当我们这个value的值为0 计速到0的时候 那么它会加载到这个value 那么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是设置这个优先级 那么设置优先级的话 在我们后面这个NVIC相关的视频 我们会去讲解 接下来它把这个value值设置为0 为什么要设置为0呢 因为当我们这个value值为0的时候 计速到0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了 它会重新去加载 所以这里的话 初始化的时候把它设置为0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后面 如果开启了这个Sysstick定时器 那么它会第一次的话 它就会去把这个值往这里加载 那么这个最后这一行代码的话 也很容易理解 它是这个Sysstick 配置这个Sysstick Ctrl寄存器 然后选择它的设置它的这个 开启它的中断 使能这个Sysstick的定时器 那么这里的话 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为这个Sysstick定时器 也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的使用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ysstick 跟Config来配置一下 怎么来把它配置 来产生一个定时 一定的这个时间间隔 那么对于这个Sysstick的 这个Config 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我们这个PPT里面有一个 有用中断的方式 实现Delay延时的 这样一段示意的代码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这里还是简单的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吧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只能简单的讲解 首先在主函数里面 它会将这个Sysstick Config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因为这个入口函数是Tix 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举例 Sysstick的时装为EdgeClock 比如说我们M4里面 EdgeClock就是多少 就是168兆 那么是168兆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Sysstick的 时钟也就是168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注释 是要定时时间间隔是一毫秒 如果Sysstick的周期 Sysstick的时钟频率是168兆 我们要定时一毫秒 那么大家算一下 这个是多少 比较算的比较快的 就直接在这个168兆 在后面处于1000 168兆的话就是168 后面有6个0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的值 因为这个Sysstick CoreClock跟这个EdgeClock 在我们用矿数配置的话 实际上它们的值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的话 所以我们这一段一句代码 就是把这个Sysstick的 这个中段的时间周期 设置为一毫秒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写了一个Delay函数 在这个函数前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他们Delay 那么我们在循环里面 我们调用Delay200 那么这里 大家注意我这里备注错了 我们这是200毫秒的延时 比如说我们调用这个Delay200 那么这个程序是怎么运行的呢 调了Delay200之后 它就把这个全局变量设置为2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路口参数是200 然后就在这里等待 等待它一直为0 才能够这个等待才结束 那么等待过程中间 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那么这个CSTIC 毫无疑问 每等待一毫秒 CSTIC就要产生一个中断 产生一个中断的话 就会执行这个CSTIC Handle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在CSTIC Handle函数里面的话 如果这个TimeDelay不等于0 那么它就会减1 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它从200 每隔一毫秒就减1 减到199 再过一毫秒 那么过了 一直过了200毫秒 那么它就减了 减到了0 那么到了0之后 这个Wire也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延时函数 也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可以知道 这个我们是使用的 CSTIC 来实现这个延时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我对我们正点原子的 这个系统文件夹里面的 Delay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没有使用这个中断的方式 来实现延时 我们是使用的这个 查询的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正点原子的 这个系统文件夹 下面有一个delay.c 这样的一个原文件 以及它对应的头文件是 delay.h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头文件 在这个头文件里面 就定义了三个函数 第一个的话是 delay.int 那么这个就是 对这个延时函数 进行一个 对这个CSTIC 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我们有两个函数 供大家可以调用的是 延时函数 供大家调用的是 这个delay.秒 和delay.v秒 这样两个函数 那么我们直接进到 这个函数体里面来看一下 在这里讲解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 这个里面 我们有知识到ucos 所以这里面有一部分代码 我们是通过红定义来知识的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我们就不讲解 这个ucos相关的知识 所以这里 大家就把ucos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代码 可以自己去忽略 不看 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与ucos无关的代码 那么首先无关的代码 这里就有一行 这个 两个变量 static的全区变量 那么这两个变量 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两个因子 那么这两个因子 我们在后面的 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 我们会设置它的值 那么比如说 我们是168兆的系统时钟 假如我们是168兆的系统时钟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City的时钟频率 它是这个HClock的八分频的话 也就是21兆 也就是我们如果说 设置这个City的时钟 为21兆 那么我们这个 SACUS 微秒的因子 它等于多少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延时 一微秒 要多少个City时钟周期 那么大家自然就会想到 我们延时一微秒 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的这个时钟周期 是时钟频率是21兆 那么它是要多少个 时钟周期 是延时一毫秒 那就是21个 那么对于这个毫秒因子 那也就是一样的 那么延时一毫秒 要多少个City时钟周期呢 它毫无疑问 就是微秒的1000倍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 21000 要这么多 那么这个的话 在我们后面 实际上它就是 它就变成了常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 延时函数 那么延时函数的话 这里我们就有一个 入口参数 那么这个入口参数的话 它是告诉我们 系统时钟周期是多少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我们设置的 系统时钟周期 系统的时钟频率 系统的时钟频率 实际上跟我们这个 HCLOCK 我们这里是 设置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前面一段代码 就是有COS相关的 我们就不看 那么接下来看 这一行代码 这个SYSTIC CLOCKSAUSE CONSIG 这个代码 那么这个我们前面 已经讲解了 我们这里的 根据入口参数的话 它是选择 HCLOCK的八分屏 作为我们这个SYSTIC 的时钟频率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是我们 SYSTIC的时钟周期 时钟频率 就是21兆 然后我们就可以 算出这个FACUS 那FACUS的话 在21兆的情况下 实际上它就是21了 那么如果我们 这个入口参数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168 也就代表我们 这个系统时钟频率 是168兆 那么除以8 也就是21 所以这个FACUS 就是21 它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一段代码的话 是由CASUS相关的 我们也不宽 那么到了最后 这一节 那么就是设置 这个毫秒的因子 那么设置 这个毫秒的因子的话 它就是这个 微秒因子的1000倍 所以它就是21 21后面 就是21后面三个0 那么对于这个延时函数 实际上 这个过程就非常简单 第一个 选择这个时钟元 第二个 把这两个常量因子 把它计算出来 这就是延时函数的 一个作用 这个延时函数 初始化函数的作用 那么计算了 这两个因子之后 那么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我们把这个代码 直接拖到最后面 因为最后面的话 我们就有 有这个 有这两个函数 有最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不使用 这个 OS的情况下的 这个函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 实际上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最后面的delay 微秒 这个上面还有 几个函数 相同的函数 通过这个 预编译来编译的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支持OS 在这个相关的定义 我们就看最下面的 这里面有三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函数 叫delay 微秒 那么delay微秒 这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 它有一个入口参数 叫n微秒 nUS 那么就告诉我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比如说输入是100 那么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它就延时100 微秒 那么怎么来实现的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前面已经计算出来了 这个毫微秒的因子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delay n微秒 那么我们 我们delay一毫 一微秒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delay一微秒 要多少个 要多少个 sensic 时钟周期呢 就是我们这里计算出的 fac US 那么这里实际上等于21 那么我们要延时n微秒 那么我们这个 所以技术器的重装载值 要是多少呢 也就是要乘以一个n了 所以这里的代码 第一步我们设置 load 计算器的值 就是n微秒 乘以facUS 因为load计算器的值 load 计算器的 reload计算器的值 它最终是要把它重新 加载到viral计算器 那么它的 然后从这个reload的值 一直计算到0 所以我们到计算到0 那么这个tool的 出值要是多少呢 那么就是要 要进行多少个sensic周期了 那么这个就还是比较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value的计算器 设置为0 也就是清空计算器 那么清空计算器之后 我们后面就会去 使能 这个sensic计算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使能了 因为使能之后 那么它就会重新 从这个load计算器里面 把它的值 加载到我们value计算器 因为我们value计算器是0 我们使能之后 它就会直接去 加载load计算器的值 然后使能之后 这个sensic计算器就开始计算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等待了 要等待多久呢 等待我们这个计算器 已经计算到0 那么计算到0的话 在我们这个sensic的controller 计算器里面 就有个位16 那么位16的话 它就是一个标志位 如果它到0的话 它就会设置这个值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这几行代码 就是等待它计算到0了 计算到0之后 我们就关闭计算器 就是配置这个control 这个计算器 然后再清空计算器 把它重新设为0 清空 那么这样的话 就达到了延时 微秒级别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因为是延时微秒 这里大家就要注意 这个路口参数 实际上是有一个范围的 那么它的范围怎么来确定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要写load计算器 那么这个load计算器的话 它是一个24位的寄存器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值是 2的24字方 减1 最大值 那么你这里的话 n微秒乘以这个factor 它就不能大于这个值 那么这个factor US如果是一个常量 那么这个nUS的最大值 也就确定了 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不要大于这么多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延时毫秒的这个函数 那么延时毫秒的函数 这里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比较好 比较好理解 我们先把它 比如说我们要延时某一个毫秒 那么这里的话就会进行一个 把这个毫秒除以540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为什么这里我们要除以一个540呢 实际上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思路 我们这里的目的 我首先讲解一下 我们这里要除以540 通过这个下面这一段代码的处理方法 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延时的时间 有效范围更加变长 那么因为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延时一个 任意长度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切 切成很多片 那么我们比如说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把它切成了500 540毫秒一片 如果你要延时的是540毫秒的 比如说你要延时1000毫秒 那么它会怎么去延时呢 1000毫秒 它会延时一次540毫秒 然后再延时一次460毫秒 那么就构成了1000 如果你要延时2000毫秒呢 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是直接延时 那么就相当于2000的话就除以 就乘以3 那么我们要延时3个540毫秒 3个540的话就成了1600 那么还有一个380毫秒 在这个最后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延时的时间 就可以变得很长 因为我们最终去掉这个延时毫秒的函数 这里有个延时好 x毫秒的函数 我们只掉了540 以及540以内的 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法 那么至于这个540的话 这个值实际上大家可以取得 不一定是要是500 540可以根据大家的 大家的这个需求来去选择 那么这个前面的话 我们就要算出来它是540的多少倍 比如说1000就是它 它这个整数部分就是1 余数部分就是460 把它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接着 我们就去延时 那到底要延时多少个540呢 就在这里 repeat 根据repeat 我们就掉用这个delay x毫秒540 然后delay repeat之后 一直比如说我们要延时2000 那么这里就会执行三次延时540 然后最后这个余数部分就是多少 1500 这里乘以3的话就是1620 那就380 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再延时一个380毫秒 那么这就是我们延时毫秒 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对于这里的话 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这个delay x毫秒 那么对于这个delay x毫秒 这样一个函数的话 我相信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我们之前 之前已经讲起来delay微秒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的内容 实际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么首先的话 去把这个根据我们要延时多少毫秒 然后乘以这个毫秒的因子 毫秒的因子就是微秒因子的1000倍了 然后最后放在load寄存器 因为这个load寄存器是24位的 所以这两个的值 乘起来不能超过2的24分次数分减1 然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value寄存器 我们把这个value寄存器的话 接下来我们把value寄存器就清零 因为清零之后 那么下一次我们使能之后 它就会直接从load寄存器去加载出值 那么这里的话 接下来我们配置这个control寄存器就开始寄存器 也就是使能这个定时器 使能之后 那么这个sysdig定时器 它就会从出值 从装载出值 开始往下寄存 我们这里的话就等待 跟我们delay微秒一样的了 等待它到 到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关闭清空 那么这样的话就达到了定时这么多毫秒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对于这个延时毫秒 那么这里的话它就有一个范围 这里大家看到我们写了小于798 所以我们这个下面这个时间不能这个以多少为单位的话不能超过798了 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对于这个延时函数的讲解 我们这里讲解的还是比较详细 那么大家在我们写好了这个延时函数之后 大家就可以在其他的文件中去down我们这个延时函数 那么你要down的话就要首先要引入这个头文件delay点击 然后的话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要去down这个delayinit这样一个初始化函数 因为我们要先去确定它的这些因子和它的始终源 然后初始化之后 比如说我们m4 那么它就是168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down这个函数 delay好秒也好 delay微秒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down 然后达到一个定时的目的 那么对于这个Cstick的这个定时器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大家课后如果说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以及这个CM3的权威指南Cstick章节的这个讲解 加深对Cstick定时器的理解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